我们说一些走运的生肖吧 希望他们再走多一些运吧 就是好像说过第一名不是属兔子吗 他们也是比较走运的生肖 但是也提过他们容易骄傲嘛 那就要提醒他们在自己的做事的地方 或者在家里就放一些提醒自己叫兵必败 你找一个有名的书法家 或者是如果有些朋友的书法是可以的 就请他们给自己写一下 就是一直在警惕自己 对 警惕兵必败 或者是你有一个比较疼你的长辈 不管是可以是在工作上面的一个长辈 或者是家里疼你的长辈 只要他们为你书法写一个 放在当眼处就可以提醒你 这个也可以帮你自己的运气走得好一点 这个是属兔的朋友 就越是排名第一名了 对对对 那再说就是数码的朋友不是也挺不错的吗 那数码的朋友在他19年 其实他们的运气也是走上的 那可以再走得再高一点的话 今年数码的朋友就劝你们在19年 多穿一些红色的衣服 红色的衣服 也可以帮你们的这个运气再稳定一下 在走上更好的衣服就可以了 红色的衣服 你刚才说的这个数项实际上是大人小朋友都是一样的 都可以都可以的都可以 这是数码的 数兔和数码运气都不错 但是要怎么样更好 对对对 就是要用这样的方法 每个人好了再想更好嘛 对对对对 然后另外就是这个数鼠 你刚才说也不错 数鼠 数鼠的朋友也是可以再提升一下自己的运气的 那数鼠的朋友 今年你们要注意就是说 吃东西的时候多吃一些新鲜的东西 不要光吃那些冰鲜的那种 要新鲜 比如菜就不要吃那么多的一些冰的菜 要吃些新鲜的那就可以 帮你自己提升你的运气了